這屆區議會選舉是第一次沒有候選人自動當選 全港413萬個選民要帶同身份證明文件 去到指定投票站領取選票 用投票站提供的印章 在選定的候選人姓名相對的圓圈裡面 吸上一個剔號 再將選票對接放入投票箱 選舉事務處說 如果票站發生事故 就影響的時間少於個半鐘 即日會保回相應的投票時間 如果多於個半鐘 有關的票站就會關閉 押口去到12月1日 在停止運作的時間 恢復投票去到夜晚的10點半 維持15小時的投票時數 未完成投票前不會開始點票 無線電視機者 曾善倫報導